炒作《力挺林心儒》翻出7年前证据还原真相 在《环珠格格》中饰演尔汤的周杰时隔13年后报起回应强吻林心儒事件 隐德双发矛盾激烈升级 20日网报苏友鹏在接受访问时力挺林心儒 让苏友鹏赤周杰炒作登上了微博实时热搜榜的第一名 但有网友指出该段陈年访问影片 其实是有人恶意曲解造成的 网报苏友鹏在近日采访中为林心儒发声 传出隔空喊话周杰陈年网是不应该拿来炒作 事情到此为止 请还林心儒一个清白 这段话也在网络上不断被谣传 但是细心的网友发现 微博重负上的采访片段 其实是苏友鹏在2010年的采访 他表达了对周杰演技的欣赏 并没有就周杰和林心儒的事件进行评论 环珠格格曾带给一代人美好的青春回忆 竟致却被演绎成了一部环珠大战 演员之间沉积多年的恩怨纠葛成为热门话题 董结的侧脸时十分秀气 而且成坤的颜值也非常高 两人挺般配的 虽然过了十几年 但是通过这部戏和董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变是当年董结离婚时 成坤也不管任何负面绯闻 直接站出来立庭董结 虽然在公共场所高调秀恩爱 但是生活中的成坤却非常低调 出行一辆40万的豪车奥迪A6L 搭载2.07L四温轮增压 总结高调秀恩爱 但是生活中却十分低调 可见成坤的情商还是挺高的